近日 根据社交媒体报道 国产075型2号舰也传来了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预示着中国海军怎样的新局面 网友又是怎样评论的 日前 有网络照片显示 继国产075型两栖攻击舰小平鼎首舰 于2019年9月下水之后 同样由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成舰的075型2号舰 最近再次传来新消息 其整体建造进度十分喜人 社交媒体发布的照片显示 尽管2号舰仍处于船台施工阶段 但075型2号舰的船身主体和关键舰岛均已安装到位 4万吨级的巨舰出现规模 震撼气势也随之扑面而来 首艘075型两栖攻击舰去年在上海顺利下水 预计在海事结束之后 可以在今年正式交付中国海军服役 届时 我国海军在岛礁两栖登陆作战力量方面 将获得长足的实力增长 但小平鼎在如此密集的短时间出现 却昭示着我军新形式下作战思想的根本转换 小平鼎双攻战术核心的实现 具有新制战力生成的重要意义 075型的起点很高 同样也意味着中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起点很高 这是值得军民们自豪的 但高起点却不代表就可以直接绕过了该走的弯路 如此看来 中国现在不缺装备了 缺的是海军舰艇使用经验和对应海上战术 这点不仅限于075型 还包括其他各种落海空军种的大中小型新装备 与大多数两栖攻击舰一样 075型可搭载大量武职运职作为航空兵力 并担负起垂直投送和空中火力支援的战士任务 巨大物舱还能让这款075型 携带多艘国产726型气垫登陆艇 毫无疑问 未来两艘075型两栖攻击舰的同时服役 将使我国海军的投送能力实现质的飞跃 075的首舰及二号舰的问世 标志着中国海军已经彻底弥补了这个短板 至于军民们开玩笑说 这是为夺岛攻坚做相应准备的 其实也不尽然 两栖攻击舰编队的投送规模 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威慑能力 这其实也是在未来和敌对势力 不管是在战场上或是在谈判桌上 都是不可缺少的必要筹码 中国双航母编队已经实现 075型二号舰进展绳速 预示着中国海军的双攻时代也即将来临 甚至有美专家声称 中国的造舰速度之快超乎想象